在这个夏天那个雨季 你有没有属于自己的雨后小故事 十二年前有一部日本原创童林动画 很短,很好,很有内涵 男主金英郎在17年后便丧失了对生活的热情 原本起来音乐的他已经很久没碰过吉他 如果生活继续这样下去 或许他会选择孤独中的 可在这个夏天这个雨季 金英郎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小花 他们是在垃圾堆中享誉 小花是一个少女模样的人型保姆机器人 可因型号老旧 他被主人遗弃在垃圾堆中 看见小花那少女模样 一郎忍不住想到了自己已孤的妹妹 他没有丝毫犹豫带着小花朝着维修店奔去 可型号太老,厂家没有配件 维修师傅也没有办法让小花重新启动 金英郎虽然觉得可惜 但也没有办法 他把小花放在了出租屋的杂货间 可奇迹却在雨过天晴后发生了 他身体里的零件恢复了运转功能 不仅按照程序设定提一郎准备了早饭 还把一郎当成自己的新主人 一段穿鸡般的缘分在此刻开始运转 不过小花做的饭实在差强人意 看起来很美味的蛋包饭 竟加了整整一瓶的辣酱 一郎对此并没有生计 而是在确认小花已经忘了前主人后 便决心让小花住在这里 他总是会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虽然偶尔也会翻出一郎的学习资料 让他很尴尬 可一切似乎都变得很美好 自从小花的加入后 这个冰冷的屋子总算开始有了一丝温度 后来一郎开始尝试带了小花出门 结果发现他连小学生就会的加减乘除都不会 买东西付钱也完全不懂 对比新型机器人 那还没等老板开口就已经把价格算好来说 他被前主人丢掉 好像恶情恶利 内心感到极度自卑的小花 省怕一郎也会因此而抛弃自己 但一郎不仅没有嫌弃 反而表示会慢慢叫到小花 话中的柔情让小花觉得特别温暖 人型机器人与人类最大的共同点 就是拥有情感 后来一郎发现小花的内存好像出了问题 后来早上才给一郎做了蛋包饭 结果晚上又准备了蛋包饭 而即便没有忘记 小花的内存程序好像也只寄了蛋包饭的做法 对此一郎有些头疼 但很快他就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他给小花买了笔记本 让他把每天发生的事情都记录下来 忘记的话就可以打开看看 后来一郎还带小花认识了 与他差不多同龄的小孩做朋友 小花受伤的机械心正被一郎一点一点的温暖着 这些年来一郎都是自己一人生活 当他被小花问到那家人都去哪里时 他愣了一下 所有表示他们成神了 小花只觉得一郎果然很厉害 居然跟神住在一起 后来有天他发现家里有一把破旧的吉他 喜欢音乐的小花猜测 一郎一定也喜欢音乐 可不管如何请求 一郎都不愿演奏 原来当年一郎的父母和妹妹 是死在去看他演出的路上 于是一郎被认为是音乐害死了佳人 从此便再也不触碰音乐 这些明明一郎从没有跟人诉说过 小花的存在就像他妹妹一样 正如在当时车祸线上就有一朵破碎的向日葵 而第一次与小花相遇的时候 却是一朵完整的向日葵 对于小花来说 一郎不仅是主人 各像是自己父亲一样在贴心照顾着他 虽然日常生活上都是小花在负责 但对于看到有人在小花脑后 贴着破铜烂铁标签 为了顾及他情绪的一郎没有让他发现 一郎就是这样默默地守护着小花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 小花的笔记本上 记录着许多关于跟一郎的日常 每一天都很开心 每一天都很有意义 可突然有一天 一郎变得非常冷漠 并且头一次出门不愿意带上小花 虽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 但小花却向神明祈祷 如何才能让一郎像照片一样 小得那么开心 大脑顿时闪过了吉他的画面 小花认为这就是神明的答案 他要学会唱歌 要改造那老是跑掉的歌曲 一郎肯定最喜欢音乐了 而今天一郎之所以变得冷漠 是因为今天是他家人的忌日 这么多年来他都一人生活 每到这一天都会感到格外的痛苦 但好在如今有小花的陪伴 他受伤的心也在一点一点被治愈 小花最想去的地方是海边 可一年一季的海水浴季节 已经到了尾声 一郎承诺等明年一定带他去 虽然有些失望 但只要想到能一直跟一郎在一起 也就没那么难过了 可惜爱妙 小花体内的零件出现了问题 他一度陷入了关机状态 一郎着急地找来的维修师傅 在检查的过程中 他查看了小花的笔记本 发现上面记录了小花这些时间的所有日常 一同发现在每一天的结尾 都写着好开心三个字 唯独自己那天祭拜父母没有说明情况 小花在上面写着很寂寞 维修结果仍旧表示 款式太老无法维修 能够运转那么久已经很不容易了 想到小花最想去海边 一旦找到了很久没有联系的乐团队友 接了一辆车 再对小花赶到了海边 并且为了小花再一次拿起了吉他 准备给他演奏一曲 一直以来 小花都很想看自己演唱音乐的样子 可让一郎意外的是 小花却抢先他一部 唱出了他要唱的歌曲 原本他打算在明天给一郎惊喜 可是时间已经不多了 他笑着请求一郎 请让他做一郎家的孩子吧 永远永远 故事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 最后的一郎重新使解对音乐的热情 他带着小花的喜好继续前进 虽然小花离开了 但取而代之的是因为用他核心所制成的拔银河 小花的歌声将会永远伴随一郎左右 翻明快要坏掉的拔银河 这绝不是一个爱情故事 虽然是在讲述了心灵之间的距离 但在枯燥乏味的日常描述之间 竟不知不觉地感到内心被他治愈的 每个人生命中 都会有突然出现 给自己的人生带来巨大变化 且由头都消失的那个人 才刚刚习惯却要分离 虽然难以承受 可却不得不面对 如今看这样的短剧 虽然会感到剧情俗套 但对于这样的风格 真的是百看不业 这年后的生活充满了窃取疲惫 这样治愈的小故事 真的可以温暖内心